他有時候覺得男人只准自己 不關放火 不准反性點數 對 比如說 我去更衣室換衣服 然後又有時候出來照鏡子 然後要再回去 他說 你是不會關燈是不是 但是 為什麼不關 但是 請問這樣子 是不是比我還浪費電 那不是要費電 對 不是 那是出老鎮 對 是不是 好不好 我們家也是啊 不是 你那吹風機 我給你用的時候 那個插頭是拔下來捲好的 為什麼你用完是一條線 吹在那裡 然後插在那裡 然後燈你們都一直打開不關 我跟你講 我們家只要知道 燈沒有人在就關 關到現在一開燈 我兒子有點 真的 我們只在一起 現在只要很亮 我兒子都會這樣 好可怕 所以碰到你直接把頭剃過 也是這個原因要省電就對了 對 照光借光啦 對啊 要省啦 這風光你們家不會有這種狀況 發生嗎 其實也會耶 對啊 我覺得你們女人 他兒子要看書 他女兒要看書 都會說 好可怕 對啊 對不對 要換衣服的時候 我要過去 來讓他挑什麼顏色的衣服 對不對 省這點啦 那像他這樣五天 然後沒有說對不起 你可以撐多久 最久 或者是 那個 我跟你講有一次我也是 這樣很氣 很帥甩門走出去 坐電梯到樓下 坐電梯到樓下 一看到管理員 管理員就問我說 梁先生要出去啊 我想說 我要去 我說很明顯 而且上禮拜不是很冷嗎 對 你一個人在街頭走來走去 真的很心酸 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要去哪 而且你現在就是 現在變了就是說 因為我已經很少出門了嘛 對不對 你在江湖上已經看不到我了 然後我只要一下班 我就回家對不對 有一次我就很氣 我想說為什麼我都要回家 然後我老婆每天都弄到那麼晚 我也要出去 然後我想說 我喜歡看電影嘛 我想說我就去看電影 我已經到那個 國賓長春的門口 我已經看好幾點幾分了 然後我要去看哪一場電影了 準備要買票了 後來我想說 我把手機拿出來 看一下那個遠端遙控有沒有 監控 監控 看小寶在幹嘛 看小寶在幹嘛 小寶睡醒耶 然後我想說 那我就跟她玩好了 我跳上捷運我就回家 玩沒有坐計程車 我跳上捷運我就回家了 那你呢 你跟咪咪如果吵架 誰會先說對不起 我會先 我也是跟她一樣會離家出走 但是我跟你講 絕對不能這樣走 絕對不能這樣做 對 那個時候我就說 讓我去靜一靜 我也是這樣甩門就走 第一天我說真的喔 咪咪真的會一直打 我就說不要接 讓她緊張一下 第二天就開始簡訊了 該回家了吧 第三天 音訊全無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 緊張了 怎麼第三天就 音訊全無是不是 發生什麼事我們會緊張 我們就跑回家裡面 因為家裡那個頂樓 我們在三樓可以看得到 我就躲在旁邊那邊看 那個燈很亮喔 然後那個燈光在那邊 還有那個嘻嘻哈哈的聲音 那我講得不太對啦 然後我就叫警衛偷偷放我上去 我在那個門口偷聽 裡面那邊 大聲講話這樣嘻嘻哈哈的 然後那個音樂放了大聲的 結果我說裡面一定有人 我說幹什麼東西 門一打開 她在裡面那邊給我開派行 然後那邊看韓序 然後你怎麼回來了 最開心 對 然後都沒有在你的 你的這個三天裡面 好開心喔 你知道嗎 所以千萬不要這個 常常出門 一出門後 好不然回不了家了 唉唷 這以後想要開心 就把老公激怒 讓他離家出走 謝謝大家教我們 好 來 下一位大聲說出來 老公 我跟你結婚前 比較幸福 對 我覺得大家一定有這種感情 有一點 比較舒服 對 而且我其實真的差很多 對 婚前婚後真的有差 對 像以前呢 提到節目就會想到 天長地久 對 講得好好喔 說到我老公真的婚前 對我就是無微不至的照顧 有一次呢 因為我在台中嘛 然後她當時在台北 那有一次晚上十點多 我就打電話給她說 欸 寶貝那個 我肚子有點餓耶 結果她竟然餓話不說 從台北開兩個小時的車 為了送宵夜給我吃 天啊 送到台中 送到台中 沒有啦 沒有啦 她到台中才買給我吃啦 對 就開了兩個小時的車 可是婚後就整個不一樣了 逛個百貨公司 試穿個洋裝出來 她 老公好看嗎 就是給她看一下 她就是偷偷一直看著她的手機 都可以 手遊啊 完全不看 你就說 隨便啦 快點 趕快買一買 對 就是有差 你老公好好喔 還叫你趕快買一買 不要 我老公就這樣 不要耶 妳來玩了沒 我都會說老公這樣好看嗎 他說 這你家裡不是很多欠的嗎 不要 不要再買 我老公包包 對 或者是你心情不好 婚前都是一定會哄你開心 抽時間陪你 婚後就說 欸 你素便嗎 你做錯幹嘛 不會啦 就是婚後講話也是要好好講吧 我承認男生那個浪漫度就降低了 你有差嗎 我一定得承認的一定是有的嘛 因為婚後你就開始好像是要為了家庭啊 開始做一些規劃等等 對 可是你看我結婚前就是在約會的時候 我老婆啊 耐住他的性質 陪我看棒球 陪我看足球 陪我去衝浪 哇 戴住的性質 才發現她對提運動 沒有一點心情都沒有 是 所以不要說要看棒球 又說什麼時候 5G就打完了吧 真的 有啦 我承認我婚前婚後態度也有差 就婚前我會先吃完滷肉飯 再跟老公約會 婚後就是 你會記一樣克滷肉飯 就是沒在那樣可能 你不要想說 盡量實量表現得小一點 現在都沒差量 對 好 我們來看第二個 好想說女人 卻憋的內向是什麼話呢 教養態度不同 你的方式沒有比較好 其實教養態度真的很難 很難耶 對 那個其實基本上很多那個觀念 是從小到大的不一樣 對 對 變眼比較多 老公 我真的很不爽 女人叫你爸爸 哇 哇 男人叫誰 男人叫誰爸爸 男人叫誰爸爸 是要叫叔叔嗎 你今天想要說什麼嗎 叔叔 是不是背後 背後有不可告人的引擎 對 沒有啦 是這樣 因為你知道每次我 我剛剛知道是女人的時候 每個人說 哇 你這樣舒服了 因為老公 就是女兒都是爸爸上輩子的情人 所以他們就會對女兒很好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他是醫生的關係 所以他就會比較理性 大過於感性 然後我就覺得他們上輩子 頂多就是 對 所以我那麼不熟就知道 我其實也算是理性的媽媽了 就是譬如說我要上個廁所 你幫我看一下小孩 我說好 他們看真的是用看的 對 對 就是很難學 就是用看的 因為我一出來我女兒 我就撞到桌腳在哭 他還是用看的 他就在那邊看見 然後順便用無光這樣看 對 我就說女兒撞到 我說我有看嗎 我說那你為什麼不去扶她 他說她沒有怎麼樣 對 我就會覺得真的很真氣 對 就是多 對喔 然後女兒偏偏又比較喜歡 叫爸爸 然後不叫媽媽 我就覺得 沒錯 男生有時候遇到女兒 真的很容易慌亂 像那天我就 正常的 會啊像那天我女兒也是 生病了 然後就那時候得A流 然後我就超緊張 然後而且剛好那時候是 六 禮拜日 所以很多醫院都沒開 然後我就衝衝衝衝 然後我就這樣衝到那間 就說警察室 這個護士在哪裡 然後關她 然後真的護士就跟我講 先生看不到 看不到 不是 插個針插的再關上 你到底是不是覺得 你是喬治庫隆 對 這感覺我是不是就這樣 對啊 但是用大把會很緊張 對 對 但是她們就感覺上說 奇怪 反而是我老婆說 沒關係 真的喔 對 媽媽說得對 你要 你 我就坐在那邊 然後媽媽就聽聽聽 後來就覺得說還OK 所以有時候真的是 一個要理性 一個要感性 我覺得這樣 搭配起來非常好 我想問一下醫師 你們是不是真的 就是比較淡定 遇到這種狀況 如果真的想不到 三十八 三十九度 你是不是會真的覺得 還好 像我們 因為我在家 就要扮演這個 這個淡定的角色 但其實我內心也是會有澎湃的 因為我也是有自己小孩 第一次發燒的時候 人生中第一次發燒 我想說 我一定要扮演好這個角色 不能像那個你知道 很荒亂的 荒亂 荒亂 所以我就 這個沒什麼 這個還好這樣子 然後我老婆說 沒有沒有沒有 她這次這個哭鬧啊 這個不太好近這樣子 然後她就一涼 她就說 現在已經三九度 好誇張 三九度很高 然後我說 沒有啦 我們在幾度三十九度 我們就看慣了這樣子 然後我老婆就半信半疑 我就坐在那邊 坐了大概五分鐘 我就開始打電話 那個學弟幫我背一台那個超音波 還有我要驗喵 對 你是不是壓不住嗎 壓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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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他們都有關係 壓不住 我太保險 我太保險 我送去 到底是病床還好 弄到超音波 被太陽的 過重 所以其實內心還是會 還是會 爸爸 愛於男人要那個 有沒有 要單單 對不對 要我搞定這樣子 對 所以還是讓她叫她爸爸就好了 好 現在Sindy 老公 其實我不想跟你睡 那為什麼不想跟她睡呢 是因為我小跟我兒子睡 我要跟我的情人睡 小情人 結果這個小小的夢想 竟然被剝奪了 就是呢 大概從上禮拜開始 然後我老公就說 就是 從今天開始 你就不要跟兒子睡了 就是以後是我來哄睡這樣 由他來哄睡 因為他不想要他兒子變成媽寶 他說看到這個社會上 有太多的媽寶了 然後都會怎麼 例如說犯罪啊 不然就是在家裡 然後給爸媽養啊 變成就是那種啃老祖 然後他說為了避免我們的兒子 以後變成就是媽寶 所以呢 從現在這個時間 就是最好的時間來訓練他 從小開始 然後其實我懷疑 是不是有幾次是爸爸跟媽媽 就是我跟我老公 一起陪我兒子睡覺 那在睡覺的時候 因為我兒子都會很習慣地 就是轉向我 然後會黏在我身上 像橡皮糖一樣 對 然後我覺得他就是 然後我就是最炫耀 好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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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 小孩也很愛他 老公也很愛他 老公也很愛他 好煩喔 對 就是媽妳說 我的小孩也很愛我 那時候我那個 兔寶睡在我們兩個中間的時候 就是他小時候還是寶寶 還不太會翻身 但是他就知道要朝著媽媽睡 味道 對 其實我覺得很妙 就是小朋友他都知道 然後有一次終於真相大白 我想說為什麼他都一直朝著我睡 然後會發現我這邊 所以我這邊我比較重 所以床比較凹 所以我這邊我比較重 所以床比較凹 可是我兒子 對 可是我兒子 這是什麼好講的 跟三角還數有關 我想說我女好愛我 發現不是是我太重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即時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Yeah 請 Sure 請按下鈴鐺 請按下鈴鐺